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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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各位 这里是下方音乐 这波尴尬 真是来得猝不及防 要说歌手在舞台上演唱 难免会有忘词的时候 为了避免这样尴尬的瞬间 但歌手们也是屡出其招 记性不好 反反来凑 那么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能有哪些神奇的操作吧 最近王俊凯在他的舞边界演唱会上 摆变造型和一首首竞歌任务 引得现场粉丝尖叫不断 但当他坐在钢琴前弹唱蜗牛时 不少眼尖的小伙伴竟然发现 钢琴上贴了小抄啊 怎么越看越熟悉呢 冲冲的壳 过着轻轻的仰望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你最高点 撑着叶片往前飞 没有了联络 后来的生活 我都是听别两说 我说这场景怎么撕成相识 合着咱往死小能手周董 早前也在演唱会上用过此招 一边弹唱一边偷瞄 密密麻麻的歌词 真是好眼力 作为周董的头号小迷弟 原来小凯是从这儿学到的呀 都学到骨子里了 而如今的歌手们 也已经不满足于提词器和钢琴等一切外界工具 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下手了 王苏龙就在一档综艺视听demo环节中 将歌词写在了手上 这装作若无其事看小抄的样子 简直像极了考试时的我呀 歌词真的是难倒一众好汉 不过他们这么可爱 也是可以原谅的嘛 节目的最后 再来看看其他歌手的临场发挥吧 这里是下方音乐 如果有好听的歌曲分享 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留言 明天见拜拜